安安,這裡是山姆叔叔 我是Sam 今天要分享的書是 要教我們如何突破人生盲點 進行全局的重新思考 如果正門進不去就尋找側門 計畫行不同就改變作法 讀書讀得很累就聽山姆叔叔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一定會在前方 可能會是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 我覺得自己目前非常需要突破人生的盲點 重新思考一下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是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非小說類書籍 连比爾蓋茲也有推薦這本書 這本書的作者是亞當格蘭特 哈佛大學畢業 而且還有密西根大學的碩博士學位 不到30歲就成為世界知名的 華盾商學院最年輕的終身聘教授 還名列全世界25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 還得了兩個學術成就獎 相當厲害的一個人 那這本逆思維主要就是在教大家如何重新思考 這本書會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是讓自己有重新思考的能力 再來是幫助別人讓別人也可以重新思考 最後就是針對整個社會的重新思考 我會依序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吧 首先是個人的重新思考 蕭伯娜說過想要進步就少不了改變 那些改不了自己心態的人什麼都無法改變 我們多數人會對自己的專業跟知識 想法或是信念深信不疑 會深信不疑的原因是因為你的專業知識經驗等等的 能讓你在現實生活中得到獎勵嘛 那當我們得到的獎勵越多 我們的想法或是信念就會越深 簡單來說就是當你做了某一件事情之後 如果能帶給你什麼好處的話你就會持續的做嘛 那如果能一直帶來好處的話 時間越長你的信念就會越深嘛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合理啊 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個前提就是如果我們是活在一個相當穩定的世界的話 這樣做就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是活在一個變化很快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們不懂得更新自己重新思考的話 我們很快就會被淘汰了 用講的都很簡單 但做起來很難 要我們對某些事情重新思考真的不容易 會不容易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大多數人對於很多事情的判斷能力有問題 怎麼說呢 我們會偏好感覺正確的事而不是實際正確的事喔 書中就用了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來舉例喔 男主角我就化名他叫小明 小明有一位從事財務顧問的親戚跟他說 欸我這家基金可以投資喔 而且相當穩定 但是另外一位在投資方面學士淵博的朋友卻告訴小明 這家基金要小心喔 有風險喔 小明就天人交戰 我不知道哪邊是對的 欸這時候小明的姐姐跟他說 欸這基金我投資很多年了 雖然投報率不是特別的高 但每年都算是穩定獲利啊 而姐姐的很多朋友也都有投資 也算是穩定獲利啊 小明聽了之後就想說好 那我也來投資這個基金 於是就把三分之一的退休儲蓄金 投資這個基金 結果才沒多久就漲了25% 哇 薛海啊 還好那時候沒有聽他朋友的話 結果過沒多久 那個基金 倒閉了 小明的錢一夜之間都沒了 這個故事就是美國有名的馬多夫騙局喔 是史上最大的騙局 而這個騙局在2008年被戳破 損失約台幣兩兆 其中受害人就包含了不少的名人 像是好萊塞的導演 電視名嘴 作家 經濟學家 作者 MLB的球隊老闆等等的 那事情發生之後小明就在想 當初他應該要 當初他應該要更有系統的分析這檔基金 收集更多可靠的資料 而不是單純聽很多人說 這基金會賺錢就把錢丟進去 或是在投資之前 先不要丟那麼多的資金 先用一小部分的資金進去市場 試試水溫 那如果對投資理財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聽聽看我第三集的 致富心態 或是第六集的灰階思考 裡面講到的觀念 相信對你的投資理財之物 會有很大的幫助 連結在資訊欄裡面都有 好 我們回到主題 其實不只是投資理財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也會遇到很多的陷阱 作者的朋友發現 我們會掉進陷阱 都跟我們的思想有關 於是 他就用三種職業來描述 我們多數人的思考方式 分別是傳教士 檢察官跟政治人物 當我們的想法或是信念 被別人質疑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傳教士模式 保護自己的信念 並且宣傳我們的想法 那當我們看到別人的想法 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檢察官模式 收集各種證據 來證明別人是錯的 那當我們需要獲得別人認同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政治人物模式 開始到處拉攏別人 遊說別人 由於多數人在思考的時候 都會進入這三種模式 以至於我們根本不會花心思去思考 自己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作者認為我們應該用科學家的思考方式 來思考問題 那要怎麼樣用科學家的方式來思考呢 首先重新思考是最基本的條件 我們要不斷的察覺自己的理解限制 對不知道的東西保持好奇 並且根據新的數據來更新自己的觀點 書中就用黑莓機的創辦人 麥克來做舉例 在iPhone還沒出現之前 我們都是用黑莓機 就是有實體鍵盤的手機 我記得我第一支黑莓機是在高一的時候 用Sony Ericsson的Walkman 滑蓋手機 我現在18歲的話大概也就是兩年前的事而已 那時候黑莓機是最潮的手機 直到iPhone的出現 當iPhone出現了之後 黑莓機的創辦人 麥克就進入了傳教士的模式 他的黑莓機被質疑的時候 他認為還是自己的黑莓機好用 同時也進入了檢查官模式 他認為iPhone的續航力差 雖然功能很多 但是這不是市場需要的東西 甚至還笑iPhone說 想要把電腦的功能搬到手機裡面 根本是不可能 接著他在進入政治人物的模式 他拉攏一家科技電信公司合作 要來打壓iPhone 其實早在iPhone出現的前幾年 他底下的頂尖工程師 就有建議他做出一些改變 但是他認為他黑莓機最屌 最潮是要改個毛啊 那最後結果如何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聰明的人也會掉入思想的陷阱裡 而麥克就是掉入這個過度自信的循環中 當我們過度自信 我們就會驕傲 我們就會進入檢察官模式 只想證明別人是錯的 而不會質疑自己 所以科學家模式中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要保持謙卑的態度 懷疑勝過確定 好奇勝過封閉 我們學習的目的不是要來確認我們的信念 而是要讓我們的信念有所發展跟進化 那因為我們在自己的知識跟看法上都會有盲點 這個盲點會讓我們對自己的判斷力產生錯誤的信心 阻止我們重新思考 有時候反而是我們知道的越多就越容易高估自己 於是就會對學習或是更新就越沒有興趣 像是黑莓姬的創辦人Michael一樣 他就是覺得自己已經很厲害了 就沒有更新自己重新思考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我沒有像他這麼厲害啊 應該就不會有這種過度自信的問題吧 其實還是會有 我們人很容易高估自己 也很容易低估自己 舉例來說 在我們面對日常生活中常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高估自己 像是騎車或是開車 那對於我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們就容易低估自己 還有就是我們從新手進步成業餘者的時候 也會容易高估自己 而且信心還會爆棚 從新手進步到業餘者這個過程 我們會發現我們進步的幅度很大 這時候我們就會開始膨脹了 於是就會陷入過度自信的循環中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一開始連怎麼下單都不會的菜肌 對什麼都感到好奇 學習意願也很高 漸漸的開始懂了一些什麼 KD線啊 軍線啊 成交量等等的之後 就開始膨脹了 那如果再遇到多頭行情的話 就會覺得自己超勇 超會投資 少年股神降臨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不玩了 把錢還我 我剛開始進入股票市場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對於一些股市的老鳥呢 也是一樣 因為經歷過大風大浪 就對自己很有自信嘛 當對自己太有自信的時候 就會發現 昨天是出三 今天就出四了 我在第六集的灰階思考裡面有提到 根據股癌的觀察 在股票市場中最容易出色就是菜肌跟老鳥 雖然兩個人的知識含量差很多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自信心爆棚 有自信是好事但不能驕傲 不要吹噓自己知道多少 而是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保持好奇 不斷學習 更新自己的知識 那開始學習了之後 要怎麼知道自己真的有在進步呢 很簡單 你就回想過去一年到底在幹嘛就好了 如果你發現 天吶 我過去這一年怎麼這麼蠢啊 那就表示你有在進步 如果你不知道你過去一年在幹嘛 或是說不出個所以然 就表示你可能沒什麼成長了 那在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還要注意哦 不要怕犯錯 我們人只要活著就會犯錯嘛 犯錯沒什麼 就從錯誤中學習 那在這過程中就會得到智慧 但是這樣還不夠哦 真正的關鍵在於 當我們發現我們得到的智慧 不是真正的智慧的時候 那這種領悟會帶給我們全新的智慧 也就是說除了保持學習之外 還要適時的檢視自己 重新思考一下自己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做就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收穫哦 好 那當我們開始學會不斷學習 及重新思考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幫助別人 讓別人也可以重新思考 但是想要讓別人重新思考 或是說服別人 是很難的哦 有時候你跟別人說 你這樣不行哦 要改變一下想法之類的 對方可能就會進入傳教式模式 開始保護自己的想法 甚至進入檢察官模式說 你想法才不行 你全家都不行 有時候就算我們很明顯是對的 用無懈可擊的邏輯跟數據 要來說服對方 對方被我們講到無話可說 結果你會發現 他們還是堅持己見 我最近就有一個親身經歷的案例啊 我家人有在玩股票啊 我前陣子不是很多什麼 簡訊詐騙的 就是加入群組啊 或是入會 就會有老師報牌給你 反正我家人就是有看到那個 簡訊就入會了 我還在我家的LINE群組 傳了超多這種新聞 說跟老師走就能賺錢的 99%都是詐騙 那等我回家之後 我就再跟家人聊這件事情 我就直接說 啊這是詐騙啦 我家人說哪是 我目前是賺錢的耶 我就說你沒有看新聞 這一堆這種詐騙的 一開始總碼先給你填頭 然後到時候再把你收割掉 我就說 錢這麼好賺的話 你還需要那麼辛苦的工作嗎 我劈一趴講了一堆啊 反正我家人就是不信 還跟我說 我有我的方法跟步調 我就越講越激烈啊 那最後我家人被我煩到不開心啊 就說好好好那封鎖封鎖 我當初其實沒想那麼多 我想說 我傳這一堆 這種股票詐騙的新聞了 應該很明顯了吧 就直接講一下應該就好了吧 結果殊不知 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樣啊 書中就有說到 其實大部分的人 會把說服別人的過程 當作是一個天品啊 我們會想說 只要我用越多的證據 去支持我的理論 勝利的天品就會往這邊靠 或是一直反駁別人就好了 但是這樣做 別人只會更堅持己見 甚至造成反效果嘛 我家人就是這樣 我講了一堆 得到的反應是 我會照著我自己的方式做啦 我講了快兩個小時耶 最後真的超無力的 於是我就用阿德勒的課題分離 就是不要去干涉別人的課題 我該說的都說了 最後要怎麼做 那是別人的事情 我就這樣想啊 才讓自己的心情比較平靜一點 但是我後來想了一下 我覺得其實課題分離啊 不應該是這麼用的 不應該是等到最後發現 別人講不聽才用課題分離 那關於課題分離 有興趣的朋友 聽完這集可以去聽一聽看 第19集的被討厭的勇氣 裡面有完整的分享 資訊欄有連結 那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自己就深刻的體會到 我當時直接去攻擊我家人的想法 其實是不太OK的 應該要換個方式 我們可以試著不要直接去攻擊 別人的想法或是論點 而是以提問的方式 來跟對方溝通 心理學家發現 最有可能說服你改變心意的人 是你自己 所以我就在想 我當初不應該直接說 你這樣不行啦 應該要試著多問一些問題 像是可以先問 那個老師是誰啊 有什麼豐功偉業之類的等等的 慢慢的問到後面 我相信我家人可能也會覺得 像怪怪的 最後再說 最近有很多這種股票的詐騙 要小心之類的 雖然這個方法不能保證 我家人就一定聽得進去 但是我覺得用這種方法 他們應該是比較會聽 而且也比較不會破壞 皇城之內的和氣 所以結論就是 我們不要把說服別人當成戰爭 你贏還是我贏 不要這樣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要直接改變別人 講了一大堆都沒有用 反而還可能造成反效果 所以 下次我們可以試著多用提問的方式 不要直接替別人思考跟決定 而是要互相討論的方式 丟問題給對方 讓對方自己去思考 甚至就算最後沒有一個結果也沒有關係 因為當我們如果可以丟出一個好問題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會在對方心中開始萌芽 我們不用急 讓子彈飛一回就好 相信這種方法應該都是會比直接攻擊對方的想法 或是論點還要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就是 聆聽 想要說服別人 我們第一個直覺都是 我要講什麼來說服別人 但是 如果想要說服別人 讓別人可以重新思考的話 最有效的方法 其實是聆聽 心理學要發現 人啊 只要發現別人想要說服我們 內心的防禦機制就會啟動了 所以當我們噼里啪啦講一堆的時候 別人的防禦機制就很容易啟動 這時候想要說服別人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先提出比較開放式的問題 讓對方多表達自己的想法 或是對對方的生活喜好展現出興趣 而不是批判他們的狀況 在一系列的實驗結果中顯示啊 跟一位有同理心不做任何批判 且專注聆聽的人互動 比較能消除人們的焦慮跟防衛心 而且聆聽還能表現出 我們對別人的關心跟尊重 當我們表現出我們的尊重跟關心之後 對方也會比較願意聽我們說 以上就是可以說服別人 幫助別人重新思考的方法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來說說 集體的重新思考 集體的重新思考就是針對一些 社會的議題做重新思考 像是要不要廢除死刑啊 要不要蓋核電廠啊之類的 我聽起來感覺好像很單純就是 要或是不要而已嘛 但是很多社會議題的背後 其實是很複雜的 那對於多數的一般人來說 就是要蓋核電廠還是不要蓋核電廠嘛 要蓋的有他的理由 不蓋的也有他的理由 雙方都有他們的理由 甚至有的時候 就算我們聽見一些反方的意見 我們也不會去重新思考 反而還會讓自己更加的堅持己見 心理學家把這種情況稱為 二元偏物 意思就是說 我們習慣把複雜的東西分成兩類 不要蓋核電廠 或是不要蓋核電廠 而通常我們又只會看到表面 而不知道背後的複雜性 所以就算知道了另一方的想法 也不會讓自己重新思考 那想要改善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不能把這個議題 簡單的一分為二 而是要把這個議題給複雜化 也就是要從各種不同的面向 來看待這個議題 舉例來說 要不要給窮人補助 窮人就是因為沒有錢才窮 所以想要幫助他們的話 就發補助就好了 那你們覺得是要發還是不發 有人會覺得要發補助 有人會覺得給他錢也沒有用 他們一下就花掉了 根本沒有辦法改善他們的生活 那在窮人的經濟學這本書裡面 作者就有實際的去貧窮的國家 跟窮人相處 從教育啊 健康啊等等的各方面 去了解窮人 這裡說的窮人 是一天只能花不到一美金的窮人 我相信各位應該不是 所以 其實關於貧窮的這個議題 是很複雜的 我不是給他們錢就好 那關於窮人的經濟學這本書 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好那有實驗顯示 如果一開始就把一個議題 簡單的一分為二 讓大家選邊站的話 大家就會捍衛自己 所選擇的那一邊 那如果把議題給複雜化的話 大家反而會比較仔細的思考 雙方的論點 也會比較少主張自己的想法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什麼社會議題的話 可以先不要急著下定論 因為新聞媒體可能都會報的很簡單 或是用一些聳動的標題 吸引我們 引導我們往簡單的地方去想 那如果真的是想了解某個議題的話 可以試著多花時間去了解背後的問題 因為真實的情況 絕對沒有我們表面所看到這麼簡單 好那以上就是這本 逆思維的重點整理跟分享 最後再幫大家總複習一下 逆思維這本書 主要就是要幫助我們重新思考 那首先我們就從個人開始 我們應該用科學家的方式來思考問題 也就是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並保持謙卑好情的心來面對問題 千萬不要對自己太有自信 因為過度的自信 只會讓我們變得驕傲 變得不肯改變 最終就會被時代給淘汰 除了持續的學習之外 還要適時的檢視自己 重新思考一下自己有沒有問題 這樣做可以給我們意想不到的收穫 那當我們自己開始會不斷的 學習跟重新思考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試著幫助別人 讓別人也可以重新思考 但是想要讓別人重新思考 或是說服別人是很難的 是需要技巧的 不是噼里啪啦用一堆證據去證明自己是對的 對方就會重新思考了 那在說服別人的過程中啊 我們不要直接去攻擊別人的想法或是論點 而是以提問的方式來跟對方溝通 性理學家發現 最有可能說服你改變心意的人是你自己 不要直接替別人思考跟決定 而是用互相討論的方式 丟問題給對方 讓對方自己去思考 就算最後沒有一個結果也沒關係 因為當我們如果可以丟出一個好問題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問題就會在對方心中開始萌芽 對方就會自己重新思考了 那在說服別人的過程中啊 我們還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的態度 我們要釋出善意 不能表現出一副好像我就是要來說服你 我就是比你厲害的樣子 也不要去批判對方 而是要多關心對方 多讓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 我們就當一個好的聆聽者就好了 在一系列的實驗中顯示啊 跟一個有同理心不做任何批判 並且專注聆聽的人做互動 比較能消除人們的焦慮跟防衛心 而且聆聽還能表現出我們對別人的尊重跟關心 當我們表現出我們尊重跟關心之後 對方也會比較願意聽我們說 從一開始的讓自己重新思考到幫助別人重新思考 那最後就是集體的重新思考 也就是針對一些社會的議題做重新思考 好像是要不要蓋核電廠啊 要不要廢阻死刑之類的 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 就是要還是不要而已 缺點就蓋核電廠啊 不想蓋的就是說核電廠污染很大啊 雙方都有各自的說法 但是背後牽動的問題其實是很複雜的 沒那麼簡單喔 那有實驗顯示啊 如果一開始就把這個議題簡單的一分為二 讓大家選邊站的話 大家就會捍衛自己所選擇的那一邊喔 那如果把這個議題給複雜化的話 大家反而會比較仔細的思考雙方的論點 也會比較少主張自己的想法 那現在有些新聞媒體的報導都是越簡單越好 標題簡單聳動 怎麼會把議題給複雜化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集體的重新思考 就是要提醒大家 很多社會議題其實沒有我們表面上 所看到這麼簡單喔 背後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如果對某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多花點時間去研究 跟了解背後的問題喔 那這本書我比較有感覺的地方是 書中有說到喔 當我們在決定做某個計劃 但是這個計劃 卻沒有按照我們希望的方式進行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直覺啊 通常不是去重新思考 而是加倍的努力 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在這個計劃裡面喔 我們常聽到別人說 想要成功就要有毅力 而堅持下去不要放棄 但是有毅力就一定會成功嗎 氣朋呆久了 這真的是我的嗎 作者說 英雄的堅持跟愚蠢的固執 只有一線之隔 有時候最好的毅力是 咬緊牙關 轉身離去 其實在讀這本書之前 我就有在重新思考 我打心得的方式 甚至是在想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雖然我才做不到一年 聽起來感覺好像很廢喔 媽的爛草莓 做一下就在那邊唉唉叫 但我覺得我花的時間 跟我的收穫好像不成比例 所以我就開始在思考 那目前的想法是 不一定要放棄啊 應該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只是我在想要怎麼做 才可以更有效率 各位放心 我不會去複製 chip GPT的心得 我有試過請 chip GPT幫我打心得 但不知道是 我不會用還是怎樣 反正出來的心得啊 我不是很滿意 太籠統了 所以我還是會先想辦法 精進自己 讓自己更有效率一點啊 大家如果有在執行什麼計畫 或是目標的話 聽完這集也可以試著 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目前的狀況 看是要調整 還是要轉換目標喔 那對於我的Podcast 你們有什麼想法或是建議 都會歡迎跟我分享一下 畢竟介紹一本書 是希望能對大家有幫助啊 我之後主要還是會 把書中的重點抓出來 讓我沒有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能用短時間 就能知道這本書在講什麼 那對於本身 就有閱讀習慣的朋友來說 我希望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再去看書 可以讓你讀得更快 更輕鬆 那已經看過的朋友 我希望聽我的分享之後 可以當做 複習 勾起你的回憶 好 那這集就分享到這邊 覺得不錯的話 五星支持鼓勵分享一波 掰